赵丽颖卸了妆,袁永怡卸了妆,霍思雁卸了妆,粉丝,这才是女神。 在我们的印象中那些女明星都很漂亮,虽然她们拍戏很累,但是她们都很有钱,平时也更注重皮肤的保养,所以她们一直都不显老,尤其是那些年过四十的女星每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都是光鲜亮丽,就像小姑娘一样,比如志玲姐姐。 但是大家如果看到明星卸妆以后的样子大概就不会这样想了,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赵丽颖卸了妆,袁永怡卸了妆,霍思雁卸了妆,粉丝,这才是女神。 一说起赵丽颖,大家都非常熟悉,尤其是最近播出的古装剧之否更是深得大家的喜欢,如果小编没有猜错的话,很多人都说奔住赵丽颖去看这部剧的。 卸妆后的赵丽颖眼睛还是挺大,但是整个人好像都没什么精神一样。 这位港姐袁永怡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,很多人心中的女神,当然通过选美比赛进入了娱乐圈,颜值自然非常的高,演技也很不错,她卸妆以后出了眼袋大点,别的都没什么变化。 霍思雁,经常看到她和老公带助孩子出来,每次见到她都是那么的美丽动人,感觉就像没有生过孩子一样。 卸妆后的霍思雁皮肤还是有点差。 郑爽,在大家的印象中,郑爽一直都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,毕竟人还比较年轻,颜值也相当的不错,卸妆后的郑爽赶紧还是那么美,一点变化都没有,大家觉得呢? 你们认为谁最美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